虽然Model 3已经完成了改款 但我猜Model Y的大改款应该更能提起大家的兴趣吧 毕竟Model Y的销量可真不是吃素的 虽然现在Model Y改款的小道消息少之又少 但以特斯拉的尿性以及目前的蛛丝马迹来看 小一斗胆猜测 2024年Model Y肯定会迎来一次 像Model 3一样的实施即改款升级 具体原因接下来小一就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 感觉在里的别忘了点个赞哦 首先就是新款Model 3一出 多多少少肯定都会影响着Model Y的销量 虽然Model Y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小改款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特斯拉全系车型当中 目前只有Model Y这一款车 还在使用怀挡和这套内饰装修与这样的大灯 马斯克是什么人啊 那肯定得省钱要紧 光Model Y这一款车用这些配件 成本肯定是比以前更贵的 这不最近的Otah升级也抛弃了毫米波雷档 采用了纯视觉方案 而且Model Y自19年上市以来 也有将近5年的时间了 现在26万多的价格也很是尴尬 赶吧 卖不动 降吧 利润太低 要知道今年以来特斯拉的单车毛利率 都已经跌到17.9%了 所以小一猜测 注意是猜测啊 Model Y在2024年肯定会迎来改款升级 但你要问我值不值得等 那我只能告诉你 这玩意儿就跟买手机一样 想要率先享受它给你的使用体验 那肯定是要多花钱 没准还得加价 所以等不等的问题 大家还得自己斟酌 那么听到这儿 你认为Model Y什么时候会改款呢 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关注小一 下期聊聊十多万的特斯拉到底什么时候会来